大家好,我是小雪,今天我们这边下起了大雪,现在是4月22号啊,你看现在这雪,而且气温还下降了,还挺冷的,所以今天就没上山,我就想让朋友们看看我们东北,这时候还在下雪啊,咱看看这个雪,看到吗,但确实挺冷的,现在的小草都已经绿了,都长绿芽了,都已经新长出来了,看着没,这还下雪呢,真的,现在气温真的是多变化呀,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, 别感冒了,这时候感冒,尤其有疫情的影响,嗯,一定要注意好身体, 看着雪多大,而且风也特别特别的大啊,真的,我们庄家里种了那小菜苗啥的,我估计都得动,看着雪,这感觉就像大冬天一样啊,其实现在都已经春天了,4月22号了,天气真的不可变化呀, 太冷了,这场雪下的没咋地,我都以为怕上冻,把我辛辛苦苦在山上挖点山葱,怕冻死了,还行,长得挺好的,看,就这两楼, 这就是野生的山葱啊,打蛋包,拌凉菜,炒肉,特别的好吃,这留着到时候自己吃方便,太冷了,今天这点雪下了,看我家后面都是山,看到没,离山特别特别特别近,后面都是山, 我们在山上挖的架条,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架条,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种豆角,种,还有柿子的时候,插的杆,因为豆角它不离往上爬万吗,来支撑的,就是架条,这都是, 是,妈,你这整的什么,黄瓜,细的苗呗,对呀,这就是我们要栽到地里,细的苗,自己家种的黄瓜,在这细苗呢,这个小盒子里也是啊, 洗点山葱啊,一会儿炒点肉,这都是自己在山上采过来的,特别的好吃,反正我可喜欢吃了,在这都切好了,一会儿炒一炒, 浮上吧,我们这个雪啊,说下就下呀,又下起来了,看着没,这都啥时候了,都春暖花开了,还下雪呢,这大雪,还特别的冷,我把那个苗都转上了, 这就是刚才炒的那个山葱,香味儿都浸泳了,一会儿准备开饭,就电锅炒了,有没有浸泳。